建議這樣子慢慢的往上拉 光是用人體膜套來試穿 就已經很費勁 非常的緊也非常難拉 這是燒燙傷患者 復原時不得不穿的壓力衣 一般人穿酷襪就很費力 這可是比酷襪更緊 更厚 更難穿 壓力的束縛 所以其實在拉的過程 一方面要注意 不要讓皮膚摩擦太大 穿一件上衣他就很累了 家屬大概也會滿累的嘛 滿辛苦 那所以他穿完全身 他可能一個小時之後 就過去了這樣 燒燙傷患者傷口疼痛脆弱 光是穿就滿身大汗 上半身至少半小時 穿全身要一小時 別說患者 連一般民眾試穿 感受也很明顯 這頸是 剛開始一定會不適應 這個頸的狀況 但是一定需要有一個壓力在 它才會有效果 用氣球當作患者皮膚 經過壓力液一起壓 氣球變成上寬下窄 緊繃的程度非常明顯 商友方小姐小時候臉部手腳三度燒傷 穿壓力衣的日子 讓他想到就怕 因為它是很緊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沒有辦法活動 就很不舒服又熱又癢 為了防止疤痕增生 一天除了洗澡 24小時都得穿著 至少持續兩年 穿起來緊繃服貼又悶熱又癢的難受 患者形容就像有螞蟻在皮膚上咬 難以忍受 很癢但不能轉 因為像這種天氣 穿壓力衣在外面是完全沒有辦法 再熱再癢都必須忍耐 方小姐說 穿起來痛苦 但復原後傷疤平整 根據了解 只要是深二度燒燙傷的患者 開始治療後大約兩個月 就得開始穿著壓力衣 必須靠意志力跟家人支持 度過漫長又辛苦的復原之路 記者記者不是高貌柔 各小報道